警察局桌上擺滿茶貨的毒品分裝包 總計有114包毒咖啡包 卡西同類 喵喵等毒品成分 攪拌器具組 封口設備 咖啡包 空包裝 咖啡粉 而毒品的分裝工廠居然藏身在住宅區 本局刑警大隊貨爆 有侠內的搬派分子 利用公寓大廈作為掩護 從事毒品咖啡包之分裝工廠 經過收證完備以後 向基隆地獄申請搜索票 前往查契 那查後 江信嫌犯等兩名 現場也查後 毒品咖啡包有100多包 攪拌器 封口機等證物 那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 防治條例罪嫌移送 基隆地獄署偵辦 那本局除了持續溯遠追查以外 並貫徹幫派林隆仁之堅定立場 持續針對俠內的黑道幫派 非法槍械 毒品 暴力討債集團 以及黑道幫派所依附的行業場所 持續掃蕩林檢以維護下內治安 基隆警察局刑大接獲報案 和第二分局偵查隊共同出擊 逮捕25歲江信嫌犯等兩人 也要全力擴大追查 毒品上游來源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都已經有消息了 那天共同出擊 人種是正常的 這一個消息了 互相機 被子